Hot Toys 這個牌子相信就算不是玩具迷都會認識 這個有著最頂尖Figure技術的香港玩具品牌 最初是由一間玩具店開始 當時這間店叫Toy Hunters 就是那邊店面最右手邊的一個部位 當時會帶一些各類玩具 當然也主要以Figure為主 有軍事、Star Wars、Size Soul這些玩具 很快就擴張了第二間店 現在正在坐這個位置 之後Toy Hunters繼續擴張 最後就發展到現在大家看到的面貌 當時這層兆曼二樓都有很多 乘著這個Designer Toys 興起主要來賣 甚至出自家產品的Designer Toys 那Hot Toys就會有少許特別 同時它也有開始出自一些軍事的Figure 甚至是將Designer Toys跟軍事Figure混合在一起 當年Hot Toys已經跟Aris Soul合作 推出了限量100個的Halo 散兵素分版 炒賣得很重要 即是在炒賣朗膠之外 開始出現了大家會很留意 軍事Action Figure 原來都會很有設計味 很型 很漂亮 開始令大家 會將軍事Figure 或者12寸Figure 開始進入一個 Connector Toys帶進去的層次 Eric Soul原來在Hot Toys還未製作生產時 就已經認識老闆Howard 他認為Hot Toys的成功 就助於肯做和創新 其實大家很清楚我們玩玩玩具 東方西方兩個 日本最出名 美國 從小玩到大 其實你會看到他們兩條很不同的路 美國就著重功能 日本是著重過美感的 Eric Soul 以軍人Figure 戴手套為例 美國會將手掌縮小 然後套上一個偏大的手套 日本就會丟一隻戴著手套的手掌 而Hot Toys 早在當年 已經融合了兩隻 製作手指入面 內藏鐵線的包膠手掌 外形和活動兼備 因為Howard對任何東西都很高要求 他覺得 沒錯我們是達到第一步 其實我們終極的就是 正如說我真的要有隻手 帶到一隻手套 又要漂亮又要功能 又要美觀 最後他們也做了這件事 他們的作品是不停推陳出身 越整越好 越整越漂亮 越整越翻 他亦都說當年的Action Figure 都是用人類衣著的布料 但Hot Toys老闆Howard 就開始用Figure布料 真是縮小一比六的布 讓穿上身的時候 那個感覺 真是縮小便利 因為如果你一比公仔 穿真人衣的布 那個布紋會很噁心 Howard做為了解決這件事 花了很多時間 時至今日 Hot Toys仍然推陳出身 老闆Howard仍然親力親懷 有時看不完 還有有些我都會盡量追看 因為有時同事可能會忘記了給我看 或者我自己又漏了 那我就怕 我都覺得要看一看 覺得有沒有東西可以再做好些 或者有些東西可以再加上漂亮些 同事大部分都有經驗 都做到 不過我經常覺得可以 大家看多些 加多一點意見 或者有些位置可以見街之前做好些 我們都想做這件事 由於Howard的努力不懈 加上他對星頭大戰等電影的熱愛 Hot Toys幾經轉接之下 終於拿到未來戰士和二獸戰的版權 推出了電影MMS系列 之後更加獲得Marvel Studio的授權 推出了Iron Man等MCU角色的Figure而飛升國際 成為全球1比6Figure最有名望和最高水準的品牌 一開始看到AVP 即是二獸戰的 哇這隻Figure很漂亮 開始就買那些Hot Toys的Figure 其實那時候他推出Figure很有驚喜 因為有很多以前小時候很經典的角色 即是未來戰士、鐵甲威龍都會推出 所以每次推出我都會去訂購 好像入坑 其實就是入坑 因為已經是十幾年前 我當時好像是2004、2005年 其實他都開始推出很多不同的角色 直到有迪士尼的Model王 Model王已經開始很大範圍 其實Hot Toys發展到EG 已經推出了很多電影Figure Howard也拿到他最愛的星球大戰版拳 他喜歡的電影角色也都已經推出了Figure 現在其實都幾開心 就是我們說 我們公司想拿這個1比6的版拳 其實都不算難 這個都開心 其實他們都認識我們公司 其實已經數到已經忘記了多一度 我猜都有300多400隻 真的有很多 看看尹先生訂造的季 的確是擺滿Figure 當中就見到很多款Iron Man 他就很欣賞Hot Toys Iron Man的進化 Mk I 開始到現在最新的85 其實它中間是轉變了很多 因為以前它的可動是很低的 還有頭刁很明顯 即頭刁不用說了 已經進步了很多 那麼它去到中段 已經本身去到Mk II、Mk III的爆地姿 即它經典的爆地姿 本身都是屈不住 接著它一路改進每一個關節位 即肩膀、膝蓋、大腿位 令到它可以擺到很多做到的動作出來 那一刻是OK的 尹先生亦都很喜歡某些Figure 用了直毛仿真法 亦都欣賞Hoke 用了包膠和替換上半身的設計 同時亦都很喜歡Hot Toys 1比6的載具 坦白,我都是做製作的 我亦都知道 什麼叫做要求 什麼叫做質素 因為我覺得 別人都做到這麼高質素 這麼好的質素 我不當產品 我覺得是作品 你只是花這麼少的錢 已經可以買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還要求還投訴 不要玩了 它是有進步 但可能它有時候 去到某些位置會有少少停動 但可能隔了一兩套戲 或者隔了幾套戲 有些新技術它就會再上 就是要看它出的東西 是有什麼會轉變 譬如以前出開普通角色人的模型 突然轉眼鏡 它就多了很多技術要做出來 它就會突然進步 空間就會越來越少 我說的進步 其實你做的東西 質素已經不錯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 在價錢上 可不可以做便宜一些 或者在像真度 或者現在這麼多3D printer 或者有些上色的技術 究竟可不可以製作科技 可以再提高一些 我們會在這方面 再去想一下或者再去研究 大家一直追求著 剛才說像真度 寫實 配件精緻 其實只不過等於 將我們當年叫做 立像質素 立像是1比1 當它縮成1比6的時候 你都達到1比1的質素 其實我們一直 用著這個標準去看這件事 其實是很過分的 再可以發生到什麼 其實我覺得已經去到 不是說究竟再有多少進步空間 其實已經達了標 Eric 亦都跟Howard 一樣 會關注未來有沒有科技 可以用在玩具製作上面 令到Figure 的質素再有進步 眾所周知 Howard 則忠情星球大戰 所以Hot Toys 的星戰Figure 質素 我以為是全球第一 自己作為粉絲 我會自己多看幾次去做 因為譬如像Mandalorian Season 2的聲音都很大 我覺得越來越受歡迎 我自己覺得都很開心 所以會多加幾分欲緊 看看能否再做些 即是Figure 可以做得好些 令到粉絲更加投入 Howard 最喜歡 就是這一款Boba Fett 我們亦都找到很多資料 其實他在試裝的時候 的顏色和設計 是很不同的 我們在那裏 我們說想做那個 即是試劇照的版本 其實他不讓我們 不讓我們做 談了很久 最後他才可以 如果你會發覺我出的 Boba Fett 是有兩個甲 有些手甲 或者頭盔 有隻角 也是他試片的時候的版本 所以出到來 我覺得都幾開心 因為認識的 Star Wars fans 就知道我在玩什麼 相信不少人都去過Hot Toys專門店 預訂玩具 Hot Toys早前在銅鑼灣開了第四間店 而上海和東京都有專門店 下一步又想去哪裏開店呢 美國我覺得都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因為譬如我去 樂園 有些商店街 我覺得那裏都幾熱鬧 還有 我們做的產品都是那些 所以我覺得 如果放在那裏 是我們牌子的 有間店 就會幾有趣 Hot Toys銅鑼灣店 比較簡約 因為想方便定期更換主題 做些簡單的新產品展覽 現在店內 都是以Marvel劇集的figure為主 因為電影現在遲了 遲了很多 但是劇集是沒有遲到的 所以我們便覺得很穩陣 可以宣傳到Marvel和Star Wars劇集 但是接下來如果真的有一些 Marvel的電影 和Star Wars的電影 我們都會改了主題 專門店內 可以見到很多 不是1比6的figure產品 例如Cos Baby Harvard表示 要兼顧中性和女性市場 或者比較年輕的市場 希望不僅只有男性會來Hot Toys的店 他亦希望可以推出更多不同的產品 長遠是創新 和可能要找一些新的產品 或者1比6 或者figure 去演變一些東西出來 這是我們經常都會想的 Harvard透露未來會想多些發展災具和場景 而未來的出品 暫時都是圍繞著Marvel和星球大戰 期待的是雷神